童芋- 夫婷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唐宏 在座可能知道我的朋友是因為我一個作詞人的身份嗎 但是我的本專業以前是一名康復治療師 每次提到我的本專業的時候 我身边的朋友会很好奇 会问我怎么从一个康复专业 就是跨步到了一个创作领域的 正好我们这一次的 大家的主题名字叫做许理 当我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也会开始思索 无论有利无利 我的人生的前三十年 究竟在寻找什么 最后我定下了这么一个主题 诗歌即使以一阵风的视角 去重塑被他吹拂过的人类这段话 但是今天呢 我可能不想了 是过多的聊我本专业的歌词或者诗歌 乃至音乐以及其他相关的主题吧 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 我在创作里或者说在我的视频当中 真正所在寻找的东西 只是题目里面很容易被忽略 可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位 一个词位叫视角 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和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 今天我想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 来和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先简单的讲述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很简单 我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写下了第一篇歌词 然后把它发布到了网络上 很快就有人找我约稿 三百块钱一首 然后我一共写了四首 再出一点点字赚了一千二百块钱 那是一笔巨款 但更重要的是那是我的第一次填词 什么叫填词呢 这是一个五度的标记法 就是我们在汉月府时代 根据旋律和音韵的上下行去 词曲的何折 平折 怎么去押韵的一个技巧的一个参考 断句的节奏 然后音韵上下行的时候 你的开口音和闭口音的影响 以及关于转韵还有换韵的技巧 这就是填词 那这首词 但当时我还不懂这些东西 所以这首词其实填得非常痛苦 也让我意识到 创作不只是一个随心的实际 它还需要 道口数之间还需要一个技术的 到了一二年的时候 我结束了在成都 华西康复科的实习工作 这个期间呢 有一位一直往外的音乐人 都请我到北京去和他一起合作 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这是我们当时在工作室录音棚里面 我们当时每天就呆在工作室录音棚 聊自己对于音乐和人生的想法 饿了之后吃门口的杀杏 吃一个十几块钱的鸡铁套餐 配一碗猪烤汤 顺便打了13.5的台球 而北京对于我这样子一个 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小群星而言 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全新的印象世界 电影 诗歌 文学 音乐 是张文的电影里提到的那种 大仨天女一股烧红草的味道 那是我第一次在成年以后 开始和这个世界对话 一碗猪脑汤都可以喝出风 开入雅客的味道 但是这个缤纷的自我 又总是和无所事事的幻灭交替出现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出东西嘛 这种情况基本上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转折发生在我的另外一位作业的朋友 他当时参加了我们音乐合集的项目 其中有一首demo需要比告填词 当时的我很需要一个作品 起码这边保证完成上线 对吧 于是我在14年的年关的时候 很快地完成了这首次的A段 比告通过了对方打来电话 我也裹完了B段 很快歌曲上线 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被大众所听到的作品 《理想三巡》 同一年朋友这边也有了进展 也终于有一首歌做完了 那首歌叫《儿时》 这种首歌啊 无论是主题是理想还是相愁 我当时都是以一种非常个人的视角 在将我的感受捕捉放大 以前说到的甜词的范式去建构 也因为这些创作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主 我保护自己的创作里面 就像保护那个所谓的自我一样 很重要甚至带着一些执念的东西 这两首歌发布之后呢 收获了一些反响 我很幸运 然后也会开始期待 期待让外界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很快我就发现 世界啊 其实并不关心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于我 打引号的我 对于我自己很重要 但是对于别人 并不重要 对吧 那么被误解 对悟途是一个表达者的宿命吗 我觉得是也不是 我的身份是甜词吗 但当我们在去运用语言和词汇的时候 本质上是在运用一种生命情感的经验 而生命情感 我看之前前面很多位嘉宾都有提到 生命情感是一种经历 而它本身无法 再被缓成一种精确的语言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对于一个关系的表述 亲情 友情 爱情 那么 借以这些情感之间的 词 应该关系 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达呢 有情和爱情之间 我们是不是还能找到一个词叫暧昧 那 暧昧和暧昧之间 好像没有词汇 但是那种不可言说的真实情感是存在的 对吧 两个人谈恋爱 一个人可能因为家里缺少温暖 关照 他总是被否定 那么他在表达一个爱意的时候 这其中包含了多少 对于认可和依靠的需求 而另外一个人 他的家庭可能是成长在一个 有爱的 完善的 同时在 自己也在不断在生活当中 进取的一个人 那么在他的爱里 是不是会包含更多的共同创造 相互成交的名字 他们在跟彼此说爱的时候 核心需求并不同 对吧 什么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月亮 是一场火力 是巧合 甚至是一场大家听的暴雨 是一种情境带来的 超向的各自感动 可是他们有真正的理解 和走向具体的对方吗 嗯 这是史玲梅耶的一个动画 短片作品 叫《对话的维度》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片里面看到 两个人在对话 从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形象 到一个非常具象的形象 组成他们的部分 从食物 因为人最开始有了火之后 对吧 我们狩猎 有了食物 到工具 有了工具之后 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经验 然后到知识 再到书本 书本之后 发展成为智慧 最后成为两个具体的人 到了走向 我们不断地碾碎 重塑 碾碎 重塑 非常形象 对吧 我的创作 就也像这样子的一场对话 或者刚才提到的那样子 恋爱一样 幻想是非常美好的 但在和世界产生具体的 零接的这一刻 却抵达了更大的空来 语言变成了制造误解的工具 只有你碎 它缺少了一个重塑的部分 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误解 有无处不在 当我们困惑的时候 我们会去寻求知识 知识是安全的 但知识本身 不是智慧 对吧 我们所能接受到的 所有的知识和系统 都只能为我们短暂的解惑 它只有指导性 因为我们不是那个知识的 获得者 它只有指导性 而具备思念的可能 那么思念如何获得呢 我的解决方案是 依靠一个绝对的行动 想到什么 去做 去经历 当然 不要做伤害自己 和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们这个时代 因为网络的发达 有太多的信息爆炸 所以我们有太多的结论和论点 而缺乏对于生命真正的体验 没有体验 就无法无成认知 同样 当人的认知只有主观 而没有客观的时候 就无法送成观点 那么 真正的重塑和走向 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记得有一次 我和我的朋友在友约 然后陪他逛一天的街 他最后想去一个艺术馆 我当时很无聊 然后也很累 注意地并没有放在艺术品身上 甚至会有点困 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角落里 就是挤满的人 作为一个四川人 爱凑热闹的天井 我也就凑了上去了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梵高的星空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那 站在一幅巨大的 超越的艺术作品面前的时候 我承认我被震撼住了 其次而来的是一种 不期而遇的感动 那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站在那幅画的面前 我感觉我与所有的人都特别近 和这个世界也特别近 我似乎找到了 我与这个世界的 生命情感的相交处 自我表达 但不被理解的 这样子的一种困境 就这么呢 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感受被解决 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那不再是一种 在一个猪脑汤里 喝出凯路压克的 一种自我意识过剩的感动 对吧 可是回到创作里呢 我又能做什么 20年的时候 我接触到了电影 有了第一次拍摄自己的短片的结尾 这是当时的一些 筹备的一些资料 我很喜欢电影 但是对于拍摄电影 我的第一部短片 它纯粹是依靠一种直觉 和审理经验来完成的一次 影迷式的创作 电影和天字一样 它们也有自己的语法和词汇 对吧 这种直觉式的创作呢 在我刚开始填词的时候 其实也是 也是有经历过的 直到拍摄的结束了之后 我才开始知道 电影它到底是什么呢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理论有理论的 作者有作者的 技术有技术的 资本有资本的 偶尔是这样 人在开始 新的创作的时候 困惑也重新上路 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 我去读了一年的书 然后在学校里头 有一次拍摄一个课堂小作业的时候 老师都布置了一个作业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场景的一个设定 就是两夫妻 他们的关系非常不好 可能已经离婚了 然后这个儿子跟着妈妈 妈妈现在生一种病 然后儿子要去告诉 父亲这么一个消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每天没有任何的对话 没有任何的东西 我当时举给我的摄影机 从一个面跟到一个背跟 再到一个过间 交代人物关系 空间场景关系 最后儿子跟爸爸说 妈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然后习生出话走了 然后你父亲的那个演员 他就站在那儿 因为说实话 我当时在拍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到怎么收位 怎么收啊 对吧 他总得有一个结果吧 然后老师谢谢什么 他还没有说 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 演父亲的那个演员 背后的窗外有一朵花 我就把那个镜头啊 就是推过那个演员 慢慢地推了出去 把焦点放在那个花上 特别美 在人光下 风星星吹着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 电影到底是什么 这是伊朗导演阿巴斯的 一作《二十四帧》 影片有二十四个瞬间的影像所主持 他非常生动地阐述了电影创造造的 就是那个不可言说的一个动人的时刻 是一个向内心的求索 而非向外 这其中感受和情感是最重要的东西 多多转转 当我们不再沉溺于自我感动的时候 开始把目光涂向外部 开始从自己身上挪开 开始理解 走向一个具体的人 一朵具体的花 一个具体的光的时候 居然又回到了一个自我感受上 但这好像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自我感动是一种被外部信息所遮蔽的想象 而感受呢 是真正地开始倾听自己的内心 世界被打开了 创作对我来说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 生活也是 这不仅仅是一种人间 更像是一种新的经验 对于旧的经验的一种覆盖 你永远会有新的怀疑和一个新的求索 也永远会有新的阶段性答案 由心而深处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爱 它促使我们产生行动 它一定是世俗而具体的 因为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 不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 人生的意义在于超越 对吧 我很喜欢我们中国的一位先哲 王阳文老师提出的一个 叫心界里的一个概念 他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他说人生应该先有一个超越的方向 然后再回来 用具体的方式去实现它 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 它就像一条 永无止境的理想主义指路 它没有终点 但这对我来说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这也是我们热爱店的原因 它是一项精密而具体的工程 同时它也是一种经验与情感的连接 它可以是一首超越的诗歌 最近两年 物理 量子力学 这些东西在互联网上好像很火 像是一种新的 谈资 或者一种新的 灵性 宗教 宇宙 万物法则 对吧 对于科学 它其实是一种认知论 是工具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它是浪漫 为什么 因为它来源于一种巨大的未知 我们对未知 是我最深处的浪漫和恐惧的感受的 我们会亲身敬畏 就好像反高的一幅星空一样 对吧 然后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说我这一人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逛超市和做饭 朋友问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宇宙它本身不是一个架空的概念 它不在别的地方 超市也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部分 对吧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幻想一个别处 但是万物法则不在别处 你能看到当下的浪漫吗 这是我在创造中理解到的存在与自由 因为有爱 我们才会去通过音乐 文字 影像 这些载体 用它们的一种景观 那是假的东西 是假的 包括布局 演员 对吧 音乐里面的很多的 你只要去做 创作工作 肯定会发现自己的一些表演性 不用覆盖它们 那些是假的 但是我们在用这种假去塑造一种 人们普遍共鸣而无法言说的真 那时候我们能抵达彼此 最近的剧 在一个音乐载体里出现了困惑 在诗听创作的层面被解开了 又或者说我们喜欢过的这些音乐人 诗歌 电影导演 他们只是表达形式 是戒指和载体的区别 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部分 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部分 就要讲 我先开始说 那是倒和树的树的部分 就像我们做出一餐美味的那些仇师 那些修剪自然的圆衣工人 教书领导老师 乃至眼睛勃勃的企业家 对吧 他们也同样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创作者 创作对我来说 与形式无关 在技术之上 它只关乎你的心和你的目的 回到这次演讲的一个主题 诗歌即是以一阵风的视角去重述 被它吹覆过的人类这种画 我所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拥有爱和走向的超越者的视角 它可能是来自一棵树 可能是一阵风 也可能是一只鸟 谁知道呢 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探知这个世界 同时承认它的复杂和混合 最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 建构连接彼此的那些词汇和句子 那是人和人与物之间的淋漓 它就像是一个妇媚的工程一样 我们这个时代太擅长 当代出现之后 太擅长解构和趣媚了 可是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妇媚的过程 与其说什么会在这其中消散 不如问什么会在这其中诞生 这是我们的希望 也是我们的能力 所以大家共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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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